Miss Hannah的Online課程 亲子故事手作时间来咯 本集的课程内容有 Music Time 音乐唱跳 Story Time 绘本故事 以及Craft Time 趣味手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Miss Hannah 欢迎来到Miss Hannah的故事和手作时间 今天我们听故事之前 要一起来唱Hello Solo 你准备好要动起来了吗 Music Time 音乐唱跳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唱Hello Song咯 各位小朋友们 我们要一起来唱Hello Song咯 一起动起来吧 没有没有 喵喵屁股听见浪花笑话 起航咯 背着直觉的眼睛 和勇敢的耳朵 穿上平安的鞋 爱我还要不幸 小朋友我们出发咯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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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头花 看见天空打招呼 嘿哟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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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咬咬屏股听见浪花 我们出发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只可爱的小猪 她是一个小女孩 我们先跟爱丽丝打声招呼吧 嗨 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的中央山丘上面 有一间小房子 里面有一个大大的玻璃窗 大玻璃窗里面有一张沙发 沙发上坐着一只可爱的小猪 这只粉红色的小猪叫做爱丽丝 她跟奶奶一起生活在这个小房子里面 因为爱丽丝的爸爸还有妈妈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 所以爱丽丝只有奶奶一个 她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爱丽丝就跟奶奶一起生活在这个小房子里面 爱丽丝最喜欢跟她的奶奶一起做点心 而且爱丽丝是奶奶的小帮手哦 她跟奶奶一起做的蛋糕啊 是全世界最好吃的蛋糕 而且奶奶每次都会跟爱丽丝说 Good job 她都说爱丽丝做的蛋糕是最棒的 比镇上的甜点店卖的还要好吃哦 小猪爱丽丝喜欢写清单 她会把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一个一个的列出来 比如说烤蛋糕 比如说看书 比如说画画 爱丽丝会把所有的事情 详细的写在她的纸上 每个星期五 爱丽丝跟她的奶奶 会一起去公园里野餐 他们一路上呢 就会跟所有认识的店家打招呼 比方说卖鱼的狐狸先生 还有面包店的老板 接着还有乳酪专卖店的熊先生 然后他们会经过卖花的克雷蒙小姐家 爱丽丝最喜欢克雷蒙小姐 她可是洋装裁缝师哦 克雷蒙小姐会做漂亮的裙子 有时候还会送给爱丽丝礼物 虽然一路上有跟这么多的朋友打招呼 但是爱丽丝有时候会觉得孤单 因为她也想要跟她同年纪的小朋友一起玩 只是她没有兄弟姐妹 所以她还没有什么好朋友 有时候到了暴风雨的晚上 爱丽丝就会一个人躺在床上发抖 她真希望自己如果有一个哥哥 姐姐弟弟妹妹可以陪她一起睡 那就好了 有时候奶奶在睡午觉的时候 爱丽丝也会觉得孤单 因为就没有人陪她一起玩了 有一天天才刚亮 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新的计划 她带着一个瓶子 瓶子里面还装着一封信 爱丽丝写了一封信 偷偷地塞在玻璃瓶里面 把玻璃瓶关紧 她走到河边 站在桥上 往河里用力地一勒 丢出了玻璃瓶 玻璃瓶 咻 掉进了河里 玻璃瓶很快就不见了 因为玻璃瓶飘啊飘啊飘 就从河流飘向了大海 在海上飘啊飘啊飘 飘得越来越远 很快的玻璃瓶就被大章鱼给卷走了 接着玻璃瓶又被海鸥给叼走了 然后又被海鸥给抛下来 玻璃瓶掉到了一个灯塔的附近 飘呀飘呀飘 慢慢地靠近岸边 这时有一只小狗叫法兰斯 法兰斯正在海边散步 捡贝壳 结果走着走着 法兰斯就看见海滩上 被海浪冲上了一个玻璃瓶 法兰斯很惊讶地发现 玻璃瓶里面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哈喽 我是爱丽丝 法兰斯他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耶 他认真地想了很久 嗯这个瓶子是谁的呢 嗯难道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吗 还是有人要写信给我呢 诶那不如我也写一封信放进去 然后把瓶子丢回大海里 让这个瓶子把我的信送回去给对方 这样子搞不好我就能知道 寄信的人是谁咯 于是法兰斯就写了一张纸条 塞回了瓶子里面 然后再把瓶子丢回了大海 很快的瓶子回到海上 飘呀飘呀飘 被渔夫给捞上船了 接着渔夫又把瓶子 咻丢回海中 这十瓶子被大鲸鱼给 一口给吃了 哦哦 不过别担心 这个瓶子只在鲸鱼的肚子里面呆了一下下 鲸鱼用力地打了一个喷嚏 它的头上就 噗 喷出了很大很大的水花 接着瓶子也被喷出去了 玻璃瓶就这样飘啊飘啊飘 飘了好远好远 又飘回了之前爱丽丝站的那一座桥上 爱丽丝等了一个星期以后 有一天在河边散步 就看见了那个熟悉的玻璃瓶 爱丽丝很惊讶 诶那不是我上次丢下去的玻璃瓶吗 诶玻璃瓶回来了 于是爱丽丝捡起了玻璃瓶 玻璃瓶里面又有了一张新的纸条 纸条上写着 哈喽爱丽丝 我是法兰斯 呃你在哪里呢 爱丽丝看到了纸条非常的开心 她想要回信 可是 她不知道她自己在哪里 于是爱丽丝就写着 嗯 我在这里 你呢 你在哪里呢 写完了以后 爱丽丝就把这封信放回了瓶子 丢回了河里面 她希望水可以把这个瓶子 再冲远远的冲给法兰斯 果然瓶子又过了一个星期 飘啊飘啊飘 飘到了法兰斯住的灯塔附近 法兰斯看到瓶子里面的信写着 你在哪里呢 于是法兰斯就赶紧拿起她的笔 写着 嗯 我和爸爸住在灯塔的附近 有时候也会感觉有一点寂寞 不过我房间的窗户可以看见整片海洋哦 嗯 你说你住在这里 你说的这里是哪里呢 法兰斯把信放回瓶子里面 丢回了大海 一个礼拜后 爱丽丝也收到了信 爱丽丝打开信一看 爱丽丝回信说 嗯 我和奶奶住在 嗯 就是这里 奶奶会做很好吃的烤布雷 嗯 我也想住住看海边 你有看过飞鱼吗 爱丽丝的信 很快的 又放回瓶子 飘啊飘啊飘 很快的爱丽丝的信 又送到了法兰斯的手中 法兰斯看了信以后 又回信写说 我也养过一只飞鱼当宠物哦 不过 它后来飞走了 就这样 玻璃瓶装着两个人的信 飘过河流 飘过海洋 飘来飘去 来来回回 把他们彼此的信息 带给对方 爱丽丝越来越了解法兰斯 她知道法兰斯喜欢画画 跟她一样喜欢写清单 而且他们也一样喜欢看书 爱丽丝还把这些事情 全部都分享给奶奶 连奶奶看了信都觉得很好奇 爱丽丝跟奶奶说 奶奶你知道吗 法兰斯她喜欢跳舞 她喜欢戴奇怪的帽子 她喜欢吃大蒜奶油 还有她喜欢折纸 喜欢插花 法兰斯真的很有趣 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多好多的兴趣都好像哦 现在的爱丽丝好开心 她每个礼拜都很期待收到法兰斯的来信 她觉得就算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关系 因为她现在有好朋友了 那就是法兰斯 不过他们两个还没有见过面 真希望有一天法兰斯和爱丽丝可以相见 不过这一天还没有到来 爱丽丝的奶奶就离开了 因为爱丽丝的奶奶年纪大了 所以被上帝接到天堂去当天使了 爱丽丝失去了奶奶 她非常非常的难过 现在的爱丽丝没有了奶奶 没有兄弟姐妹 也没有爸爸妈妈 她变成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不过洋装店好心的克雷蒙小姐 让爱丽丝住进了自己的家里面 每当窗外下起雨的时候 爱丽丝就会对着窗外流眼泪 她好想念奶奶哦 她觉得自己好孤单 爱丽丝住进克雷蒙小姐的家以后 克雷蒙小姐很努力 她想让爱丽丝可以快乐起来 因为爱丽丝很想念奶奶 现在的爱丽丝不想画画 不想烤蛋糕 也不想写清单 她什么事都不想做 她只是觉得好难过 好难过 爱丽丝甚至忘记给法兰斯写信了 就在遥远的海边 住在灯塔上的法兰斯 等了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 等啊等啊等 来来回回的在海滩上走来走去 可是她再也没有发现瓶子飘过来 法兰斯想 唉 我想也许爱丽丝已经忘记我了 唉 法兰斯以为爱丽丝已经把她忘了 时间过得很快 一年就过去了 一年后爱丽丝心情比较好了 克雷蒙小姐很认真地照顾她 带着她星期五一起去公园野餐 爱丽丝的脸上也逐渐露出了笑容 有一次克雷蒙小姐在整理衣柜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她没有看过的东西 她看到了一个瓶子 还有一叠的信 这时克雷蒙小姐就问爱丽丝 这是什么东西呢 爱丽丝看到了瓶子 看到了那一叠法兰斯写给她的信以后 爱丽丝兴奋地跳了起来 她跟克雷蒙小姐说 哈 我忘了 我已经一年都没有给法兰斯写信了 我跟你说哦 这个是我的朋友 她叫法兰斯 我们两个都会用瓶子装着信来来回回地写信哦 瓶子会在海上飘啊飘啊飘 把我们的信带给对方 不过已经一年没有写信了 不知道法兰斯还记不记得我 克雷蒙小姐听完了爱丽丝的故事以后 她就提议 不如他们一起去拜访法兰斯 这样子爱丽丝跟法兰斯就可以相见了哦 不过克雷蒙小姐说 要去拜访前要有礼貌哦 所以啊 我们要先写一封信 寄给法兰斯 告诉她 下个礼拜五 我们会过去拜访 跟她一起喝下午茶 请她煮好茶等着我们 说完以后 克雷蒙小姐和爱丽丝就写了一封信 塞进了瓶子 拿到了桥上面 然后把瓶子用力一丢 丢进了河里面 河水飘啊飘啊飘 飘上了大海 大海飘啊飘啊飘 把这个瓶子送到了法兰斯的灯塔附近 某天下午 法兰斯正在海边捡贝壳 她看见了 好久不见的那个瓶子 于是她就很开心的 跑到瓶子旁边 打开了瓶子 看见里面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哈喽法兰斯 我是爱丽丝 我和克雷蒙小姐要去找你们玩哦 下个礼拜五请你煮好茶 等着我们到来哦 哇哦 太棒了 法兰斯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他们已经一年没有联络了 他还以为爱丽丝把他忘了 没想到两个朋友又重新联络上 而且他们约好下个礼拜五终于要见面了 因为爱丽丝要去灯塔拜访法兰斯 果然爱丽丝和克雷蒙小姐依照约定 第二个礼拜五搭着船来到了灯塔 他们终于见到了法兰斯 而且法兰斯的爸爸也出现了哦 法兰斯的爸爸不仅泡了茶 还烤了柠檬马芬蛋糕 招待爱丽丝和克雷蒙小姐哦 克雷蒙小姐觉得马芬好好吃 她还讲了很多的故事逗大家笑 每个人啊都晓得东倒西歪好开心 过了下午茶会以后下起了大雨 这时爱丽丝跟克雷蒙小姐就在灯塔住了下来 这一次外面刮风下雨 可是爱丽丝觉得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她的身边有了一个朋友法兰斯 她不再是自己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现在暴风雨夜里有她的好朋友陪她一起度过 第二天早上太阳放晴了 法兰斯带着爱丽丝一起在山坡上面跑 她教爱丽丝怎么找金鱼 接着风好大 把法兰斯的帽子都吹走了 不过没有关系 法兰斯说 她这个礼拜啊已经被吹走三顶帽子了 反正她家还有很多帽子 所以没关系啦 他们玩得实在是太开心了 很快的三天就过去了 第三天的早上 克雷蒙小姐还有爱丽丝要搭着小船回家囉 他们跟法兰斯 还有法兰斯的爸爸说拜拜 可是爱丽丝还舍不得走耶 怎么办呢 这时 法兰斯和爱丽丝都想到一个好方法 那就是下一次换法兰斯和她的爸爸 一起到城里面拜访爱丽丝 互相拜访对方 这样不就得了吗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这一次是爱丽丝来找法兰斯 下一次换法兰斯去找爱丽丝 这样他们就又能够见面咯 回到家以后的爱丽丝 心情变得好棒 因为她知道有一个好朋友在远方常常在想念她 于是爱丽丝决定要努力的让自己开心起来 她又重新拿出了一张纸 列出了清单 第一件事情就是多认识一些新朋友 于是爱丽丝就去镇上找到了一些小朋友 她主动开口跟这些新朋友说 你们好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很快的爱丽丝就认识了好多好多的新朋友 虽然奶奶不在了 不过没有关系 爱丽丝决定第二件事就是 她要学习自己一个人做烤布雷 做奶奶以前教她那个最好吃最好吃的烤布雷食谱 爱丽丝做到了 她现在一个人也可以自己烤出好吃的布雷哦 接着爱丽丝决定要把没有完成的事完成 那就是奶奶打了一半的毛衣 爱丽丝决定要把这件毛衣继续的织完 所以她拿起了奶奶的毛衣棒 拿起了毛线 把奶奶打了一半的毛衣 慢慢慢慢慢慢的完成 接着爱丽丝又列出了一张清单 这一次呢 是法兰斯要来拜访她的计划 她写下了他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比如说一起画画 一起烤布雷 一起吃点心 一起看书 一起哈哈笑 或者是一起写清单 又或者是一起跳舞 还是戴奇怪的帽子 接着爱丽丝把她的计划 放回瓶子寄给法兰斯 一样 她放进瓶子 站在桥上 把瓶子扔向了河流 河流飘啊飘啊飘 把瓶子送上了大海 大海飘啊飘啊飘 把瓶子送到了法兰斯的家附近 就这样两个好朋友虽然距离很远 但是他们常常互相问候 常常拜访对方 最重要的是爱丽丝现在再也不会孤单了 虽然她没有了奶奶 虽然没有了爸爸妈妈 但是爱丽丝现在多了很多很多的新朋友 当然里面还有她最最最最最最最要好的朋友 那就是法兰斯 今天的故事讲完咯 是不是很感人呢 爱丽丝和法兰斯 竟然是透过一个瓶子 还有瓶子里面的信 互相联络 变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呢 你们都是怎么联络对方的呢 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故事哦 那我们就跟坚强的爱丽丝 说晚安 跟她说拜拜咯 拜拜 晚安爱丽丝 晚安法兰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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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ft Time 趣味手作时间 哈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手作时间 那今天Hannah老师要教大家来折一封信 我们呢,可以把这个信折好以后 做成美美的一个信封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信装饰一下 送给你的好朋友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教大家 怎么样折出一封这样子的信件哦 好,那我们先来准备的材料是纸 今天很简单,只要准备纸就可以了 你可以准备自己喜欢的颜色 不管是有花纹的,还是像这样子 纯蓝色啊,纯绿色,纯粉红色 这种素色的纸都可以 那你也可以先拿一张白色的纸来做练习 另外你也可以准备一些小卡片 小贴纸,你自己喜欢的 像我准备的这个是小爱心 你也可以把像这种小爱心的这种小贴纸或小卡片 你自己剪下来 我们等一下可以拿来做装饰 另外呢,如果你有一些像干燥花 或自己去拔来的这种小花 那Hannah老师这个是假花 不过我们等一下像这种小花都可以拿来做装饰哦 接下来我先来示范第一次 我会做三次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折这样子的一封这个信 好,首先呢,请你先把纸 一张长方形的纸 我们先把它对折 折一半哦 记得脚胶对脚胶 好,然后呢,压平 先把它折一半 像一本书一样 打开来 中间是不是就有一条线了 好,再来试一次哦 把这个纸折一半 脚跟脚对齐 压平 打开来 好,中间有一条线了,对不对 接着呢 我们要把右上角跟左上角这两个角 沿着中间这条线 看得到吗 中间有一条线 沿着它 对齐它 好 折一个三角形 好,再来试一次哦 刚刚我们对折打开 中间有一条线,对不对 接着呢 把上面的这个角 拉到中间这条线 碰到它 接着呢 手把这个上面的斜线压一下 好,这样子就会有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咯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我们把左上方的这个角 拉下来 碰到中间的这条线 好,给它扁 这样子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房子的形状 那接着呢 下面的这一段 我们要把它往上折 怎么折呢 好,看好咯 因为下面这段还蛮宽的 我们先把它对折 碰到一样 碰到这一条线 对折 变成一个很像一座山的形状了 好,还没有哦 请你们再对折一次 往上折 哇哦,把这个三角形盖住了 好,可以吗? 好,再一次哦 上面两个三角形 然后下面呢 先往上折 碰到这条线 再往上折 对 你看 这边就会突出两个尖尖的角 好像一顶帽子 好,先到这边 做到像一顶帽子一样的形状 可以了吗? 接着呢 我们把尖尖的 最上面的这个三角形 往下拉 碰到最下面的边缘 好 一样把它压扁 好,三角形 再一次哦 我们现在把帽子形状 最上面的这个尖尖的地方 往下拉 碰到最底边 好 到这边 可以吗? 那接下来呢 左右两边太长了 我们要把它往中间 怎么折呢? 好,沿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边 这边有两个角 对不对? 沿着这个地方 好,稍微压一下 往中间折 你看到了吗? 这边有一个斜线 这边折过来也有一个斜线 所以我们要斜线 对斜线 不要折太过去 也不要只折这样子 我们要这条斜线跟这条斜线要碰在一起 所以你看这条斜线跟它碰在一起了 好,另外一边也一样哦 这边有一个尖尖的点对不对? 沿着这边下来 这个斜线 好,从这边 斜线 碰到斜线 好,先自己尝试看看 好,你看 这样子刚刚好 中间的这两个 好像两只手就会 可以手碰到手了 你看 性的形状是不是出来了 但是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要把这两只手 轻轻地往上翻 像这样子往上翻 好,这只手也是 往上翻 不要凸出去哦 好,我们轻轻地把它往上翻 往上翻 OK 好 那到这边以后呢 把中间的这个帽子打开来 这两个手还是在里面 接着帽子打开来 把帽子往中间的这个地方 塞进去 好,你看 这样子它就刚好卡住了 到时候别人开信的时候 就可以从中间打开来 好,这两只手 就可以帮助你的信固定住 OK 你看,这一封粉红色的信 就完成了 那如果我们想加点装饰的话 就可以用像是小卡片、小贴纸放在中间 你看 这样子是不是很可爱 或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有 从路边拔来的这种小花 也可以把小花放在卡片的中间 哇,这样子也非常的漂亮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做第二次和第三次 Hannah老师还有准备另外两张大小不同的纸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一次哦 一样 复习 对折 脚胶对脚胶 对折一半 打开来 然后上面的两个角 沿着中间的这一条线 拉下来 碰到线 停住 折出一个三角形 另外一边一样 从上往下 做出一个三角形 好 然后下面 还记得吗 要往上翻 然后再往上翻一次 OK 上面尖尖的帽子 往下折 碰到底部 停住 好 左右两边往中间这个点的地方 拉过来 碰到中间的这个尖尖的点就停啰 左边也是 碰到中间 停 然后刚好斜线跟斜线也会碰在一起 好 好 接着最后一个步骤 两只手要把他们举起来 像这样子 哈 两只手要把他举起来 接着上面的三角形帽子打开来 然后再盖起来 然后再盖起来 这时候中间有一个洞 就可以把三角形放进去 你看 一封信又完成了 那当然 我们还是可以加一个装饰 或者是呢 像有这种 小花啊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进去 像这样子 OK 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张纸是比较小的 所以不管你准备的纸是大张的 小张的 它都可以做成信封 好 这次我的速度加快咯 折一半 对折 中间压出一条线 上下两边 往中间这条线对齐 折出一个三角形的屋顶 紧接着换下面 下面折两次到三次 折一次 再往上折一次 那记得呢 这个宽度尽量的 跟你的手指头差不多 跟手指头一样宽 这样子太粗的话呢 等一下折的时候会卡住 所以如果你的下面的纸 比较厚的话 那你就多折两三次 让它这条变得比较细一点 接着上面的尖尖的帽子 往下拉 碰到下面 就把它折起来 往下折 好 然后左右两边 看到了吗 两只很像手 往中间碰到这个尖尖的点 碰到了 停 这边压一下 然后刚好斜线也会跟斜线 碰在一起 左边一样 碰到中间的 尖尖的就停下来 好斜线碰到斜线 好 非常好 最后一个步骤 两只手要帮它们举起来 中间的 帽子打开 再压回来 然后尖尖的嘴 要放到里面 好了 塞进去了 没问题 你看 又一封信做好了 一样 可以做一些装饰 或者是呢 像刚刚的这个 小花 的装饰也可以 那大家就可以照自己喜好的方式 放进去一个小小的装饰物 这样子 当你把这个卡片送给朋友的时候 他收到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好 好啰 那我们今天呢 教大家的这一个信封就做好了 下次你要送朋友卡片的时候呢 就不用烦恼找信封啰 直接把一张信 折一折就可以折出一个漂亮的信封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写一封信 送给你最好的朋友 或送给你的家人 对他们表达你的爱哦 那我们今天的 首作就到这边结束啰 拜拜 这是本集课程的建议唱跳歌曲 欢迎大家自己上youtube搜寻哦 music time 音乐唱跳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唱 古拜送啰 好啦 今天的精彩故事已经结束了 首作也完成啰 你们今天做得非常的棒 那最后要结束前 我们要一起来唱 古拜送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满天星星 闪闪发光 就像你的爱点亮 我心 风浪再大 我都不怕 你大大的手 一路牵着我 我要戴上这双星星的翅膀 张开双双飞翔 勇敢不再去怕 就算在黑暗中也有好深处 一种的希望 转到露云我回家 我爱看 这个要好多星星哦 真的耶 我们一起说说看有几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满天星星 闪闪发光 就像你的爱点亮 我心 风浪再大 我都不怕 你大大的手 一路牵着我 我要戴上这双星星的翅膀 张开双双飞翔 勇敢不再去怕 就算在黑暗中也有 大声唱 你眼中的星光 照亮到路里我回家 张开双双飞翔 张开双双飞翔 勇敢不再去怕 就算在黑暗中也有 大声唱 你眼中的星光 张开双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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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快靠岸 就要到家了 到家了 乖乖睡吧 最后要结束前 Hannah老师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听更多的故事 欢迎大家可以在Podcast上面搜寻宝贝方舟 上面很多Podcast的免费故事可以收听哦 另外如果你想要跟Hannah老师说话 可以点选下方的连结 这个月的配音员甄选哦 很期待在宝贝方舟的故事里面 听到你的声音哦